大家好,我是你们莫索 哎,不要笨到啊,酒走过了 前段时间看到小金毛长很多皮虫 皮虫它达到一定数量了以后 有可能也会咬到一些人,咬到小朋友 而且还有传染病的风险 别动,别动 哥哥别动 别动啊 不容易吧 全部,你看咬了一身都是 这里也是 蒸水的名字啊,我就不给大家说了 因为有一些药水对 比如苏木啊,德木啊,是有毒的 所以万一你们分享了名字 你们拿来乱打可能把 这一家的小狗给害死了 但是有一些体外面纱的 可以教一下大家 因为这个是油性的蒸水 打到它,它可能会很疼 所以我们还在用纱布尝一下它嘴吧 它有啊,最多的就是莱姆嘛 莱姆病嘛 它那个跳蚤啊,或者是皮虫啊 密度大了以后咬小朋友的 你鸡窝这里肯定有一会儿再摸 哥哥,你知道要打针 你跑那么快 鸡哥来看看那儿 大家看看好多鸡哥,过来看看那儿 你摸到,你都摸到好多皮虫了 在身上是吧 全部都是,一个一个吃的饱饱的 哎,哎,哎,不要让它搞掉 阿琪看一下 不要让它搞掉 你不行的,在它身上转移那个注意力 就摸,摸这样摸它,这样摸 对,对,阿琪也摸一下 对,转移它注意力一下 哎,好嘞,好嘞,好嘞,别动,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好,好,控住它,控住它 它这个家伙疼,疼 好好好 摁住它,摁住它 别动,别动,可可 可可别动,很疼的 疼,疼,疼,好嘞 好嘞,完了 好嘞 这不能乱丢在外面 扎到人,麻烦 它这个药水啊,对金毛纯的就没有问题 如果是对牧羊犬的 比如说德木、苏木啊,这种啊 打到它身上对狗是有毒的 它可能就死了 一两个小时就死了 所以跟大家分享支持 但是不能乱教你们啊 你闻到那个味道很重 这叫双加密 熟练的让人心疼啊 可可躲,躲在那里 躲在车后面 我怕了,以后看到我又跑了 我发现犬类啊 有一两个咬的话,用烟头啊 酒精啊,把它逼出来 不要硬硬拔 在这里想跟大家说就是 不能用火鸡去点 你用火鸡去点的话你想一下一条找火的小狗到处乱跑 专面硬直角,来,一二,放倒,一二,放倒,好嘞,好嘞,别动啊,别动,好嘞,别动 鸡哥,鸡哥,走开,鸡哥,这种鸡窝啊,这种里面是最容易有这个的 按照可可身上来说,它的密度很高,特别是养鸡的那种地方,这种是最低成本的做法了,没办法 哦,这种草也有,哦,那木瓜上次砍了,它又长回来了,哦,你干嘛呢呢,我拍一下木瓜,你拍木瓜啊,你不要摘哦,等我回来再摘,这里很高啊,别吓我,对啊,等我回来再摘 好吧,希望大家能在这期视频当中写到新的机器哦,我们这期视频到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帮帮叔叔拜拜一下哦,你懂吗,拜拜,拜拜 拜拜,你喝这个奶啊,奶是吧 哦,你要玩玩具吗,你玩那个小狗过不,跟他玩过不